3 2 1 今天在聊什么 继续聊 其实穿着背心啊拍视频啊 很没礼貌据说 但是实在没办法 太热了 你让我去车上录吧 不可能 这个点再去车上录视频 然后呢又蹦蹦蹦蹦蹦 那个柴油的发动机的声音又响 一句这样子的算了 我就直接在外面录 然后走一走聊一聊 边走边聊 边走边聊 今天的主题是讲 在纽约 就纽约市买房 其实是在纽约市买房 跟在纽约州买房 然后当房东 有没有什么好处跟优势 我告诉各位 不是甘虚的话不要买 你想在纽约市投资买房 然后挣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 你知道吗 纽约市的官网啊 上面写的这么一行字 叫做Rental Freeze Program 你知道各位 Freeze的英文单词叫什么 叫冻结 就是 你的房租 租金可以冻结 叫Freeze J-E-F-R-E-E-Z-E Freeze 我是这么认为的 Z-E两个字可以去掉 就叫做Free Rent 知道吗 免费住 真的叫免费住 在纽约市后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 然后 然后呢 他我也不能去 反正就远房亲戚吧 然后呢 他什么情况 他买了 他买了一个房子 结果呢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租给了个老莫 因为疫情期间 租给老莫 这下好了 他租给老莫呢 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的租金收不回来了 为什么租金收不回来了 因为他说他没有工作啊 他失业啊 然后在Stan Island上面 租金收不回来 然后完蛋了 房租可产了 每个月的房贷 你必须要交 然后呢 你还要不能断水 你还不能断电 你不能让你的租客 冷着或热着了 然后呢 你还是要供这个Mortgage的 你没办法租业冻结啊 所以说美国 美国外表是披着资本主义的外衣 实际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 那中国呢 是披着资本主义路线 走着 中国是共产主义的外衣 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那美国是反过来 所以就变成 每个国家都有恶心的地方 这就是每个国家 最他妈恶心的地方 我也是我最看不惯的地方 这就为什么了 你不交钱 人资产礼 是不是 像我 我们花钱买东西 买服务 我花钱 这是公平的 然后得到了服务 得到了商品 你呢 不花钱 一个要怨打 一个要怨挨 比如说我吃亏了 我自己就算是打掉牙 也要往肚子里咽 是不是 作为一个正常人 应该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因为你 我是弱势群 你不交房租 那你就要赖在房子里不走 哎呀 换中国人 可能不会这么干 因为大家都是有脸有皮的人 像我 我就是要脸要皮的 我宁可他妈饿死 也不会去抢人家的东西 就是属于这种 这种情况 但是 我可以自己动手去劳动吗 但是鬼老了 鬼老就不一样了 鬼老这种 从小接受的这种 共产主义思想 也不知道这共产主义思想 是从哪里来的 反正呢 他们觉得吧 这个东西 必须保护弱势群体 让弱势群体 就是可以住在房子里面免费 我之前在曼哈顿上班的时候 我遇到过 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我那时候是在一家 一家那个餐馆里上班 然后呢 旁边有一个 大楼里面住的一个老太太 她住在曼哈顿上这几节 那边的房租一个月 可能要三五千美金 跑不了的 一个公寓 她因为她住的早 她老公早在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的时候 就租在 租在里面了 然后呢 她每个月付房租 这老太太命 也活得蛮长的 她就不会死啊 然后每个月就付500块钱 其实 按市场的行情来说啊 这个房东啊 其实是亏着的 但是呢 你又不能赶他走 所以说啊 这种房客你遇到了很可怕 然后我就从来不建议人家 如果你是甘虚 如果你只是说自己住 那又方便 你在纽约市有产业 你在纽约市有家 那你就在那里住 不要觉得好像说 我一定要在纽约市买房 然后租给别人住 这种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建议 搞房地产 你要嘛 甘虚 你投资 你就是去外走 你只是去 去别的二三线的美国城市 你为什么要去 去这种大城市呢 吃力不讨好 首先呢 房贷又高 你看哈 你买了一百多万的房子 然后呢 人家不交租 住在里面 你每个月的 down payment 你的房贷 你是五千多美金 你连房租都收不回来 是吧 那你怎么办 你要含泪把这个吃下去吗 我就搞不懂 很多人是怎么想的 自己口袋有点钱了 就开始很膨胀 然后就开始 大意的去挥霍自己口袋里的钱 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你看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你有一百万块钱 然后呢 我不在纽约市买房 我可以去费城买五套 我可以买五栋的 二十万的房子 然后呢 我再租给老外 然后呢 我可以租 比如说两千块钱 五栋 两千块钱 一个月就一万 然后你在纽约市 哎 大哥 你那个是一家庭 或者两家庭 你一个家庭 你只能租个两千块钱定天了 那一百多万 租个四千块钱出去 然后你还要当金收 这个钱收不还怎么办 房贷又高 那 那如果二十万 你这有五套 那你找这一些经济 或者是担保公司 哎 把你的房子 就服务公司嘛 就是中介嘛 房产经济嘛 把你的房子租出去了 然后他帮你收租 假如他不给钱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还剩下了别的鸡蛋 我别的篮子里有鸡蛋啊 不会一个鸡蛋里面 篮子全砸进去了 是吧 所以说还有一个 假如他不付钱 我可以走法律程序 然后呢 像共和党的走 你就可以赶他们走啊 合法的赶他们走啊 但纽约是民主党走啊 你不可以这么干啊 所以说共和党跟民主党 恶心就恶心在这里 就是 谁都不能说谁好 也都不能说谁差 反正两个都是垃圾 政客就是如同婊子 比婊子都不如 这句话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 为什么呢 婊子呢 你给他钱 他会张开他的腿 但是呢 政客 你又不能给他钱 又不能明着给 你只能按着给 那按着给的话 万一被抓到 你又死定了 所以说啊 政客有时候真的 他们讲的话非常好听 但是呢 实际上 啥也没干 实际上是不 不为所动的 所以说你还是 哑巴吃还脸 他有苦说不出啊 真的 所以我不喜欢搞这一行 也不喜欢搞政治这一块 我只是觉得 我们只是 以一个比较中立的人的立场 站在这个角度来分析 你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你要在中国 是吧 中国大陆 咱们就举个最难的例子 你不付房租 你是不是要滚蛋 是吧 你肯定铁定滚蛋啊 操 你不可能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吧 这是 这是 人之长情嘛 是吧 你没付房租 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就是铁手吧 但美国呢 你不付房租 你申请各种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就 freeze your rent what the fuck 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所以说我奉劝各位啊 如果有房子房产要投资 不要投资纽约市 因为我觉得纽约市已经很饱和了 而且呢 要车位没车位 要生活品质没生活品质 而且全是一些烂人 说白了 你每天面对的这些烂人 而且整天那么稠密的街区啊 你都不知道你的邻居会遇到什么鬼 啊 下期我要做一期什么节目呢 就是讲于 你当你遇到你身边的垃圾邻居 你该怎么办 如果是我呢 我下去会在节目里面讲 就是我遇到的垃圾邻居 分享给各位 也避免这种事情 因为我那时候买房也买的比较急 口袋里面钱也不多 然后呢 没办法了 那多少钱干多少事吧 先买下来 当我有了钱 努力的把这个房子pay off之后呢 我坚决会离开纽约市的 我不会在纽约市待下去了 假如你不离开纽约市 你一辈子只能陷在纽约市 而且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经济地 然后有人说啊 我父母不会讲英文 这不是借口 你就算是住在纽约市 你父母会讲中文 然后你整天就跟他们一起混在纽约市 你这辈子被绑架在纽约市 你再也出不去了 他们可以去外中农场啊 你可以买个大的大的房子啊 是不是 你可以把网络牵起来啊 他可以在自己家里做运动啊 他可以在自己家里安全的跑来跑去啊 做运动啊都没关系啊 没人去打扰他 买个大大的房子是不是 然后呢 可以种种田 养养狗 多考啊 为什么要跟外界接触了 再说了 华人圈的这些 唐人街这些华人社区的这些人 多多少少都是属于中国最底层的人 你也交不到什么朋友的 你就算是交到的朋友 也都是很低级的那种 整天就是在那边讲一些废话 都是一些垃圾人 整天都是要不在 在那个麻将室里面赌博 与其是他们跟交朋友 这叫养老 这简直就是折磨 每天一回来 随家老婆怎么样 哎呦烦死了 但是呢 如果 真的 很多人想买 买纽约市的房子 我都是劝他们 你是不是甘虚 你是不是甘虚 不是甘虚 不要买在纽约市 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在哪里挣钱 我在新泽西挣钱 我每天挣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还不是新泽西来的 是不是 新泽西码头来的 那我为什么要不住在纽约市 虽然说斯丹阿伦比较 比较方便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斯丹阿伦再怎么方便 你如果房子卖太小 停车位又不够 遇到垃圾邻居 而且偷费又贵 你知道吗 你每天都要出岛 如果你每天这样子上下班 每天这样子出岛 其实你是不划算的 你算一下 你这个地税都一万多了 然后呢 那你干嘛不直接住纽约市呢 也是一万多啊 但是呢 我是在那边挣钱 我更方便啊 我为什么要带到纽约市 而且 纽约市 自然又不好 真的很乱 那你住外州 我再怎么样 离州位邻居远一点 也好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 你稍微去地税高一点的区域 然后呢 有一点 那种独动的 跟周边离远一点的 你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你可以在家里爱干嘛干嘛 你可以唱歌啊 什么放音乐 很大声 没人 没人来打倒你的 我不喜欢住在纽约市的原因 就是这一个 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 一定要在纽约市买房 但是我告诉你 除了甘需之外 除了你在纽约市工作之外 不建议在纽约市买房 因为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而且你想在纽约市靠租金来挣钱 除非你是早年在纽约市就已经有房子的人 不然的话 你不要买在纽约市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要是万一碰上那种老赖的 碰上老赖的客人 老赖的租客 你真的是哭的心都有了 我认识一个人 他收不到租金 他只能把房子便宜卖 你知道吗 便宜市场价二三十万卖掉 没人要 因为这个租客还在里面 他不走 你能怎么办 你能拦他怎么办 是不是 恶不恶心 惊不惊喜 道德伦不伦散 这 这就是我最讨厌的 一点 其中之一 还有之一的 纽约市现在有很多的camera 他到处去拍照片 到处去抄你发达 你稍微想去布鲁克林安买杯奶茶 或者想去法拉盛 或者想去马上顿买杯奶茶 或者买个吃的 你稍微停下车 一百多块钱发达出去了 但是 你的公司在纽约市吗 你的店在纽约市吗 你的收入是靠纽约市吗 不是啊 那你干嘛住在这 我肯定搬走 我铁定搬走 我为什么 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啊 我干嘛不搬去德州 德州能挣钱 我就搬去德州啊 是不是 纽泽西我能挣到钱 我就去纽泽西啊 是不是 哪里能挣到钱 你就把家安在哪里 真的 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不是我觉得他投资啊 他他这个房价涨得快 房价涨得快 那又怎么样 没有东西永远是上涨的 他永远没有上涨的 他也会跌 那那有说啊 什么一百年前 那是这个价格 那个叫通货膨胀好吗 是不是 但你买到外州 你买到纽泽西 你买到费城 那又怎么样 那一栋才几万块钱 没错 以前纽约市是这样子 一栋可能才二十万钱 他现在两百多万 你买对了就赚到了 但是你要想 再过二十年之后 纽约市的房价会再放一倍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现在 现在已经通货膨胀 这么厉害 大家也都已经 怨声哀悼了 然后 你遇到的烂人 让你一次 学个够 这就是我犯圈的各位 然后下期下期咱们再聊 OK 拜拜